近來在搞這個超好玩的戶外冰雪節 6000呎的會場裡面會不定拿一些人造增雪 甚至可以玩有18米長的雪地滑梯 提提大家 在這段片的最後是有朋友的獨家優惠 記得看完整段片 今天又來和大家講講深圳地鐵在疫情之後的變化 而今天要帶大家回答的就是 很多香港人都很熟悉的4號線 話說這條線在疫情剛開始了 沒有多久之後就延長了 由本身只是去到龍華區的青湖 延伸到同樣都是屬於龍華區 不過就很不免 幾乎是靠近東莞 觀蘭的牛湖 雖然老實說 延長的那個部分 絕大部分的站都是靠近一些民居和工業區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吸引力 認真不是很大的 但是有其中一個站 觀蘭湖站 其實就剛剛是在鄭 以往有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去的 觀蘭湖度假村那裏 因此現在大家如果想去觀蘭湖玩的話 無論是京福田口岸 還是深圳北站 想來深圳 都只需要坐一條線 4號線就可以直接去到觀蘭湖 由於觀蘭湖是深圳一個很有名 很適合親子家庭過來玩的地方 因此觀蘭湖站的設計 也是特別過癮 站裡面擺放了很多色彩繽紛的藝術品和擺設 令到整個站充滿著歡樂氣氛 這個站最近亦都開通了 直接通道去觀蘭湖新城這個商場的通道 由私出口出來就可以去到商場B2那層 亦由於開通了這個地鐵站 現在由新城這一邊 過去對面馬路 其他玩樂地方 譬如Hard Rock酒店 向村區樂部 以及生態運動公社就會更加方便 穿過地鐵站的隧道就可以過得到 新城這一邊在疫情之後的變化都頗大 譬如在中庭那一處 就擺放了一個超大個 有超過兩層樓高的pumpers架 以及board watch 有一次 有一次是周不時都可以吸引到 很多小朋友過來這裡玩 另外在四樓就是一個室內的迷你賽車場 同樣都是很適合小朋友去玩 當然還有來自日本 類似十位的大型家具店 宜得利家居 不過說到最棒的 我想就是這個 我在電視上都有跟大家介紹過的室內馬術場 觀蘭湖這間分店 還要是旗艦店 零射大間過癮 在裡面騎的感覺就更加正 我之前還幫大家招了一個港人優惠 只需要198元人仔就可以有40分鐘的體驗時間 想了解更加多的話 在這段影片的Infobox上就會有詳細的介紹 除了多了很多東西玩之外 商場也都引入了不少近年深受深圳人歡迎的餐飲品牌 例如有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吃的泰爾酸菜魚 煮打牛腩牛雜煲的牛小燥 煮打北京烤鴨的京尾章 煮打辣椒炒肉的廢大廚 煮打椰子雞的四季椰林 煮打陝西麵食的老碗會 煮打芒果冰沙的楊小燕等等 這裡就連薩利亞也都是零色不同過癮的 是比較高級版的薩利亞遵選 有提供這間分店限定的獨特菜式 喜歡薩利亞的話就可以過來這間分店試試 再過多幾天這裡還會開多一間 近年在深圳都搞得挺好的潮汕菜餐廳 巨族潮汕菜 連同其他在疫情之前就已經開業的餐廳 這麼多選擇 還有一間是適合你口味的 不過說到環環這麼多間 在疫情之後才新開業的餐廳 我最喜歡的其實是這一間隔江山式 它其實是我在疫情之前都有跟大家介紹過 位於牛湖藝術村裡面 一間很適合情侶食飯的餐廳 招引的副品牌 而這一邊的定位是想做一間中式小酒館 因此 野食的擺盤造型會比較花巧精緻 很適合用來打卡 而整間分店的裝修也是設計得很有格調 明顯是有花心思去設計過的 因此同樣都是很適合情侶在這裡吃飯 但是說到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價錢 雖然食物擺盤這麼漂亮 出品也不差 加上在這個這麼優雅的環境下吃飯 但是大家就不要以為價錢會很貴 其實人關消費都只是百多元 絕對是非常值得 唯一要挑剔的地方就是 可能由於店舖比較小 人手就略為不是很夠 上菜就會慢一點 因此上來吃的話就要給多一點點耐性 新城其實還會周不時舉辦一些期間限定的應接活動 例如最近就搞這個超好玩的戶外冰雪節 6000呎的會場裡面會不定拿一些人數增雪 讓大家可以在裡面對雪人 打雪仗 坐雪梟等等 甚至可以玩有整18米長的雪地滑梯 有興趣上來玩雪 又想在灌蘭湖酒店住一晚 來一個兩日一夜之旅的話 你還可以買這個 很划算的狂歡冰雪節度假套餐 兩大一世的價錢是由港幣1416元起 裡面除了包了高級豪華山景客房一晚 以及自助早餐之外 亦包了在香川俱樂部的快樂記餐廳 享用新春美美盛宴 逢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入住 或者選擇入住東古酒店 還可以升級成為 在酒店餐廳享用的自助晚餐 當然少不了戶外冰雪節的入場門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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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都有興趣買這個package的話 在這段影片的info box上就有購買的link 另外灌蘭湖現在還有購買我以前介紹過的 其他同樣都是很划算的package 購買的link我都放在info box上 在這裏就不再逐一介紹了 最後我還跟灌蘭湖招了個朋友仔的獨家優惠 只要跟前台工作人員出示西多士 以及灌蘭湖的YouTube Channel訂閱 或者Facebook專頁讚好的截圖 即可獲得價值$38的蛋糕一份 以及$48的無酒精飲品一杯 每間房間限門領優惠一次 優惠期有限 還不快點去灌蘭湖酒店度假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